经中华革命党会议 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军 另有关同事立刻回国 发起反对袁世凯 复辟称帝的革命 并确定 今天白日反帝红旗 回国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 和他的夫人郭德杰女士 从海外归来 7月20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随同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国的 还有程思远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 陈书通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陈毅 罗瑞卿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徐冰 高崇敏 李四光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 傅作义 蔡廷凯等 热烈欢迎李宗仁先生 曾经参加1949年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 邵丽子 黄少雄 张世昭等人 和解放战争时期率领部下起义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 何积峰 董七五等人 爱心觉罗补仪